作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拉响警报的第一人 前不久 湖北省中西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 为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计大功奖励 近日 他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说 这个荣誉应该是给全体医务工作者的 在张继先看来 社会给予的赞誉只是身为一名普通医生的职责 2019年12月26日 正在当班的张继先遇到一对发烧咳嗽的年长夫妻 其CT结果 与已知的病毒性肺炎截然不同 这位工作育30年的资深专家直觉可能遇到了问题 他立刻让这对夫妇的儿子做同样的检查 虽无发热咳嗽症状 但CT结果与其父母有相同表现 于是 张继先给医院汇报了情况 隔日 医院立即将情况上报疾控中心 两天后 湖北省中西结合医院就收治了7名症状类似 肺部表现一致的患者 其中多位与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有接触室 12月29日 湖北省武汉市卫健委指示相关部门 前往省中西结合医院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2020年元旦 张继先所在的医院呼吸壳门诊量激增 由原先的100人左右 升至约230人 有相似病情的病患增加 1月17日 医院将住院部一层改造为隔离病区 1月30日 该院被征收为疫情防控的定点医院 新设6个病区 安排160张床位 张继先作为呼吸内科主任 专门负责微重患者 工作量极大 早前 张继先曾透露 自己不止一次因心疼同事辛劳而流泪 他坦言 这一情况在近日有所好转 在方舱医院和集中隔离点建起 增援医疗队陆续抵达之后 医院的门诊量和住院量比巅峰时期缓解了许多 目前 有来自京悦2D的4支医疗队 100余人增援湖北省中西结合医院 张继先说 外地增援队伍在已知疫情危险程度后 仍愿意前来 让他非常感动 你看全国国地高区的医生都在支援湖北 支援武汉 有这么多医生同道来帮我们 这压力不就小多了吗 其他地方的外员也都进驻湖北 进驻武汉以后 我也非常感动 你看全国各地的 自动的组织的那些人员都往湖北往武汉跑 哎呀 我觉得他们非常勇敢 那比我们还要勇敢 回顾与病魔抢夺患者生命的这一个多月 从发现通报疫情到诊治重症病患 张继先始终坚持 判断问题以科学求食为准绳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